复衡 出自满洲湘黄旗复查室 她的姐姐正是乾隆帝的原配皇后 孝贤皇后 复查室是满洲八大姓之一 有亲一朝 复查家族曾一度鼎盛两百余年 根据皇朝通知记载 复查这个姓氏最早出现在唐朝末年 识今人有旧姓普查者 可见复查最早被誉为普查 明朝万历年间 努尔哈赤起兵时 复查家族的宗长旺己奴 也就是复衡的六世祖 便率军归父 后来复衡的高祖父万己哈 在和明朝作战时战争 复衡的曾祖父哈慎屯 接替父亲 一度担任皇太极的前锋大将 因作战勇猛 他还曾列义政大臣 位列中树 复衡的祖父米斯汉 曾在康熙朝任户部上书 因支持康熙平定三藩之乱 昼夜操劳而死 复衡的父辈人中 最著名的是他的二伯马奇 此人是康熙雍正两朝的内阁大学士 复衡有兄弟九人 他排行第九 其中他的大哥未成年变夭折 二哥父亲在平定西藏叛乱中战死 乾隆登基时 复衡才13岁 复衡第一次在史书中驻场 发生在乾隆五年 这一年 他入宫做了蓝领侍卫 清朝的蓝领侍卫 隶属于领侍卫府管辖 为正六品 需要说明的是 蓝领侍卫属于稀缺岗位 因为按朝廷规定 蓝领侍卫定额九十人 也就是说呀 每进入一个 就必须走一个 因此蓝领侍卫变成了年轻侍卫 向上晋升的重要跳板 所以一般只有 勋贵家中的子弟或武进使 才能入选蓝领侍卫 傅恒能成为蓝领侍卫 除了他家世贤贺外 还有他姐姐的关系 傅恒担任蓝领侍卫不到半年 就升任头等侍卫 两年后 傅恒担任御前侍卫 并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 乾隆八年 傅恒直接从御前侍卫 转任户部侍卫 又两年 傅恒进入军机处 担任军机处行走 到了乾隆十二年初 傅恒一跃成为户部尚书 义政大臣 正式成为朝廷从一品大员 此时的傅恒 才二十三岁 从乾隆五年到乾隆十二年初 短短六年的时间内 傅恒从正六品的蓝领侍卫 到从一品的户部尚书 竟然连升九级 在乾隆朝 这是极为罕见的 乾隆十二年 七阿哥永从夭折 复查皇后身陷丧子之痛中 不能自拔 最终病倒 此年啊 皇后病情少欲 乾隆便携皇后南巡 在路过德州时 傅查皇后病重 医治无效而死 乾隆和皇后抗礼情深 皇后的去世 让乾隆陷入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之中 乾隆为傅查皇后举办最隆重的皇后丧仪 还因丧事不仅怒斥皇长子永皇等人 俗话说 无功不受禄 傅恒知道啊 自己这个太子太宝贤属于姐姐的遗产 他也想找机会报答乾隆 证明自己 正在此时机会来了 当时啊 远在川西北高原的大军川土司 沙罗奔发动叛乱 攻打民政土司等地 乾隆下旨让川陕总督张广四率兵平乱 不料金川地区地势险要 沙罗奔仗着地势和清军周旋 张广四久攻不下 战势一拖再拖 这让乾隆对张广四的能力产生怀疑 于是乾隆派遣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 纳清前去独战 纳清虽然身居高位 但从未上过战场 结果先小胜后大败 纳清乃是康熙初年四大俯臣之一的厄臂龙之孙 他是乾隆重点培养的新贵 如今平叛不力 让乾隆颜面尽失 结果乾隆一怒之下 用厄臂龙之刀将纳清赐死 正在乾隆一筹莫展之际 傅恒毛遂自见 恳请到前线领兵平叛 要知道啊 纳清和傅恒曾经是乾隆最看重之人 纳清兵败 若傅恒能力挽狂澜 对乾隆来说必定是莫大的危机 但是傅恒和纳清一样 也没有战争经验 若傅恒也功败垂成 那乾隆就真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乾隆最终决定赌一把 派傅恒以户部上书的身份 梳理川鼠军物 并且授予他宝和殿大学士 傅恒出征当天 乾隆协诸位皇子和大学士亲自为其送行 殷切期盼之意 异于言表 为了支持傅恒 乾隆接连下旨 命沿途驿站不得以任何理由耽误军纪 右派曾经的两江总督 现任协办大学士尹继善 亲自负责后勤粮草 并让后者立下军令状 很明显啊 乾隆几乎在倾全国之力来支持傅恒 只希望傅恒能够给自己长脸 历史证明 傅恒没有让乾隆失望 傅恒是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离开北京的 等他马不停蹄到达金川 已经是第二年正月了 傅恒刚到达金川 便斩杀梁尔吉等先前窃战的将领 立下军位 然后他亲临战阵 率领重将士接连在险要的帝势下 攻下敌人十座碉堡 傅恒背部多处受伤 但仍坚持在最前沿指挥 清军因此士气大振 一鼓作气直扑敌军 杀罗奔建大士已去 最终投降 这是傅恒人生中第一次上战场 此战大胜 不仅奠定了傅恒在乾隆王朝的位置 更坚定了傅恒领兵打仗的信心 从此啊 乾隆王朝诞生了一员名将 乾隆十九年 准戈尔发生内乱 准戈尔有几个小部落悄悄投降清朝 并希望清朝出兵平定准戈尔 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由于在二十三年前 也就是雍正九年 清军在征讨准戈尔时惨败 几位军纪大臣都不愿意出兵 关于准戈尔 笔者在这里需要赘述一下 清朝时期啊 蒙古分裂为三个部分 即准戈尔蒙古 也就是外蒙古 漠南蒙古 也就是内蒙古 墨西蒙古 也就是魏拉特蒙古 准戈尔帝国就是墨西的 魏拉特蒙古人所建立的 魏拉特这个部落是阴义 在明朝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被译成瓦刺 不错 就是导致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 兵败被俘的那个瓦刺 所以说呀 准戈尔帝国和明朝两代的纠葛 非常的深 明朝末年 皇太极驰骋关外 准戈尔部落就归顺后金 然而清朝入关后 准戈尔多次发生内乱 这个部落降而复盼 反反复复 让康熙雍正都比较头疼 康熙帝曾三次征讨嘎尔丹 也就是准戈尔帝国的大寒 虽然将其见面 但准戈尔随后又判 正是因为如此 那些军纪大臣们才认为 清军不能让准戈尔彻底臣服 或许是天意 因此不能出兵 关键时刻 唯有复衡同意出兵 他毛遂自荐 愿意领兵征讨准戈尔 康熙顶住压力 同意傅衡独自办理此意 于是 傅衡先带领军基础官员 搜集情报 分析雍正九年兵败的原因 而后安排军事行动 傅衡趁着冬季人烟稀少之 提前将粮草悄悄藏到边疆 在次年春天时 兵分南北两路 对准戈尔发动突袭 准戈尔部落虽然尽力抵抗 但最终因为准备时间仓促 部族无法聚拢而溃败 傅衡派兵乘胜追击 最终尽数歼灭敌军精锐 傅衡虽然立下大功 但他为人十分的谦和 例如曾写下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的 清朝文学家赵毅 在军机处出差时 因为生活结局 一顶貂皮帽子戴了三年 傅衡见赵毅帽子破旧 便赠送他五十斤 让他换一顶新帽子 结果赵毅把钱用作补贴家用 并没有换帽子 傅衡见到后一笑置之 众所周知 当年清军入关 封吴三贵为平息王 吴三贵虽不是纯臣 但他对缅甸尚有震慑作用 三藩之乱爆发后 清朝在南方没有了屏障 缅甸国便躁动起来 乾隆三十年 缅甸大军袭扰云南边境 乾隆命云贵总督刘早率军镇压 刘早战败 在乾隆盛怒之下 刘早自闻谢罪 而后啊 乾隆调干陕总督杨应居 担任云贵总督 杨应居酒精沙场 他和缅人一战 竟然失手战败 为了不被乾隆责怪 他谎报军情 结果事情败露 乾隆勒令杨令居自尽 无奈之下 乾隆又调服查明瑞担任云贵总督 明瑞的父亲名叫傅文 是傅恒的亲哥哥 换句话说呀 明瑞是傅恒的亲侄子 他早年曾担任伊犁将军 在傅恒麾下打过仗 立过战功 是战场上真刀真枪走出来的汉子 但是缅甸的地理环境 和新疆有太大不同 明瑞到达边境后 明显水土不服 他不仅吃了败仗 还被缅人包围 在栗战无果的情况下 复查明瑞自已而死 四年之内 接连三任总督 因争勉不利而自杀 最后一个失利的云贵总督 竟然是傅恒的亲侄子 傅恒作为乾隆朝的 领班军纪大臣 他知道 如果自己不给乾隆一个交代 乾隆必然会为难复查家族 于是为了大清朝 也为了家族荣誉 傅恒决定亲自出战 乾隆三十四年二月 撂翘的寒风仍在 傅恒踏上征程 路上的两个月时间内 傅恒已经制定好了作战方案 用步兵突袭来牵制缅甸主力 然后用水军出席不意 直倒黄龙 于是傅恒刚出北京城 就命人用八百里加急 给胡广总督送信 命他召集工匠秘密赶造战船 当年五月 傅恒赶到云南 在一番准备之后 他发兵三万亿千人突袭腾越 初战告捷 九月 正在缅军逐渐聚拢 准备在陆路和傅恒对峙的时候 傅恒突然下令水军冲击 接连攻破缅军前线的军事重镇新阶 而后傅恒下令全力攻击 被缅军占领的水陆要到老关屯 缅军这时才回过神来 不得不回事奋力抵抗 于是清军和缅军在老关屯展开大战 血流成河 随着战争的延续 战场上逐渐发生了两件诡异的事情 第一是缅军的抵抗力逐渐减弱 第二是清军的攻击力也逐渐减弱 原来啊 傅恒带来的将士都是北方八起的精锐 他们虽然军纪严明 但受不了南方的烟障 随着战场上流血和蚊虫的传播 有一半以上的官兵都因身患传染病而死 当时傅恒身染重病 腹泻一天比一天严重 但傅恒下令严守秘密 不允许任何人将军中死亡情况外泄 傅恒的决定直接导致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原来清军大面积死于传染病 缅甸国王并不执行 几天后 他们涉于清军的威力 最终决定罢兵弃合 傅恒见好就收 同意缅亡的求和 傅恒将实际情况报给乾隆 请止撤军 这场争缅之战就这样结束了 乾隆34年 在大军回京的路上 傅恒病情恶化 当年7月 傅恒病逝于归途 终年48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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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